現在我們看以上的內容叫做地質事件與地質年代 地質事件比較重要 有一個排資訊的考試 常常會考 會排考過 會考機制也考過很多次了 後面的地質年代 不重要 不重要 不代表他不會考 是因為他的地科愛考的內容 生物都教過了 生物會 地科就會 如果生物不會 地科也可以會 因為地科比較少 所以我說比較不重要 因為生物都學過了 地科叫做地質事件 就這句話地層進入地質事件 地球的歷史 簡稱地質的廢話 然後地球的歷史寫在哪邊 寫在哪個書上 地層上 地層就叫一頁一頁的書頁 存著我們地球上發生物的事情 所以就這句話 地層進入地質事件 因為地層進入地質事件 所以考是有兩種問題 第一種問題 考的比較少 我畫一個圖給你看 請問你發生過什麼事情 這種問題比較少 第二種事情問的比較多 我畫了地層給你 你看到了有甲乙秉丁事件事 請你排事件的先後事序 誰先發生誰 後發生 這要考的比較多 所以叫做地層紀錄地質事件 就是我們要學會的內容 那我這些 都叫做地質事件 就是跟地質有關的這些事情 比如說有青植 有成績 有折縱 有斷層 有延脈 輕入 火山爆發 這叫做所謂的地質事件 然後我研究之後 我可以知道發生過什麼事情 我研究之後 可以了解先後事序 然後呢 因果關係 我們就可以了解 以前所發生過的歷史 然後呢 建古可以資金 可以幫助我們現在 來認認識我們現在所屬的環境 這叫做 地層紀錄地質事件 那我要怎麼知道發生過什麼事情 我要怎麼判斷先後事序 第一個叫做原始水明慾 這張圖你還記得嗎 這張圖你還記得嗎 張圖你還記得嗎 當圖講過要記住兩件事有沒有 你可以叫做大哥在底下 小哥在上面 第二天知道什麼事情 城裡面是水明的 這些五海的沉積 如果沒有經過什麼 其他的地質的變動什麼之類的 他的城裡面是水明的 那裡面是水明的 如果不平就是有事 平了就是沒有事 沒有別的事 沒有別的事 就成績而已 沒有別的事 比如說如果有人去過美國大峽谷玩 會發現大峽旁邊的那個岩層都是什麼 水明的 所以表示他沒有經過地殼變動 還是地殼的話都會 趕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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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 把它切出來 切出來 OK 平平的叫做沒有事 平平的叫做沒有事 就成績而已 不平 不平有事 高中叫做不整合 國中說這樣發生輕質 它被輕質掉所以不平 它有緊結了所以不平 它彎曲了折皺了彎曲了所以不平 所以我看到圖我就會知道有沒有事發生 原始水平率它應該是平著 應該是平著 OK 這個是用來判斷先後是一個重要原理 所以名稱叫做跌跡法則 叫欺騙社會聽起來好聽 然後感覺很有學問 就是後來者居上 後來者居上 後來者居上 就是這樣的顯示 放浮課牌 先放浮課在底下 後放浮課在上面 後來者居上 叫跌跡法則 所以 除非有證據顯示 這個地層曾經倒轉 除非有最遠的地層一倒轉 否則在下面的先發生 在上面的後發生 老地層在底下 新地層在上面 所以先層積的在下方 後層積的在上方 叫做跌跡法則 我們用來判斷先後是去的一個重要的原理 誰先發生 誰後發生 在底下的先發生 在上面的後發生 除非你有證據顯示 地層曾經倒轉 你們學長考過 複習考試 那個地層就倒轉 因為看畫質 就是要被人倒轉 過 除非有證據顯示 否則 底下先發生 上面後發生 這叫做跌 這叫做跌跡法則 後來者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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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是國中生適用的講法 國中生拿來考試分的講法 老師上課教過 誰是輕蝕基準面 或者更正確的問 誰是永久輕蝕基準面 誰是永久輕蝕基準面 帥哥 三三 三三 誰 海平面 請坐 海平面是永久輕蝕基準面 你還記得什麼叫基準面嗎 基準面以上發生 輕蝕基準面以下發生 成績 所以有一種考試題目是問 這個地方 成績 入深入降幾次 海深海降幾次 你怎麼知道 去數輕蝕 數成績就知道 數到一個輕蝕 表示在海面以上 表示陸地上升或海水下降 數到一個成績 就表示海面以下 表示陸地下降或海水上升 你就可以知道 要入深入降幾次 或者是海深海降幾次 這個想法 純粹就是 國中生拿來考試專用 題目問 入深入降幾次 海深海降幾次 題目問 這裡有沒有成績泡在海裡面過 我怎麼知道 如果有成績 海平面以下 如果有輕蝕 海平面以上 海面以上 陸地上升或海水下降 海面以下 表示陸地下降或海水上升 你就會知道 陸深陸降幾次 海深海降幾次 可以嗎 這就是我們用來 判斷的方式 OK 疊基法則 原始水平率 還有一個 海平面式輕蝕基準面 好 還有一個重要的 我們等一下跟你講 叫做節切原理 我們等一下就會跟你說 OK嗎 OK